楚相宇九拜张涵 他和张涵啊 开始一列阵 他就给这军校发了三天的甘粮 随后 相宇用了一个破釜沉舟之计 仅用了两天两夜 外加一个早晨 把张涵杀得打败 连破张涵九桌连营 使秦军连死在上十万余中 相宇随后又和赵兵合兵在一处 一口气 他追到了张和岸边 可以说把这位张涵大将杀的是上天无路路的无门 迫使张涵 没办法了 兵退寒补奔 将羽还要往前追 他的谋士范增 得阻拦住 哦 将军不能再追了 将军 真乃是神勇之将 您太能打了 智隆双全 古之孙武 古之孙武 我范增都没见过正打仗的 打得太急了 也太狠了 追的这儿您还要追 那就不对了 长言说到是穷口莫追 将军不要忙于一时 张涵兵退 现在他是进退两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 据我分析 秦国朝廷之中二世昏庸 赵高 是个宁臣 赵高当道 文武不敢多言一句 都惊怕赵高 他肯定不会给这个张涵发救兵 所以我说 张涵死守寒古冠 那么里无粮草外无救兵 终有一天不战自败 可以说秦张涵 是唾手可得 拿他不费什么吹灰之力 将军现在应该再次修整一番 您的人嘛 也够累的了 向语清范增 这番话是不住的简头 嗯 先生这点 正合为 就在张涵屯兵 在这儿进行修整 休息几天之后 操练人马 准备夺取韩古冠 灭张涵 然后 挺兵西进 兵进咸阳 朱尔氏杀赵告 秦国是指 可命 多得气派这是 不说这个项羽呀 在张河岸这儿修整 再说这张涵 他败的可真够惨的呀 张涵 称得起是秦国一位有名的上将 从来还没有吃过这样的败账 可是现在已经这样了 怎么办呢 手底下的人 就连他手下的两个副帅 董毅和司马鑫 也不断的劝他 元帅 您可不要 太难过了 胜败乃军家常事 张涵摆了摆手 不用再劝我了 我这次是一时的疏忽 人有尸首 马有漏蹄 瓦罐不离井口坡 大将难免输在阵前 我这次输得有点窝囊 让项羽把我杀得大败 我非把这个面子拽回的不可 只要朝廷发来救兵了 张涵可报 警败之如 连夜写告绩文书 写奏折呀 快马加鞭送往咸阳 一连把奏折 写了六道 这真急了 写八道也白费 怎么回事呢 那二世啊 根本见不着 没看你那奏折什么样啊 到他面前 那得费复得尽 甭管是什么地方的奏章 也甭管是什么事 只要是奏章到了咸阳 先得经过赵高 他得呀 看完咯 才能给这二世看 当寒的 这告绩文书来了 全都落在这赵高手里 看完之后 他扎击往旁边 这么一拽 根本不予理睬 他也不告诉这秦二世 他也不派民 这赵高要干什么呀 他现在啊 特忙啊 忙什么呀 忙他自己那权势 他现在就等于是秦王朝之中 站着的那黄手 秦二世啊 在他眼里 不过是个废物 他也没少费心思 摆着行二世 哄的呀 高高兴兴 他把他打击乐了之后 这赵高才开始啊 收拾一几 是自己的人 他全都把他保护起来 不是自己的人 一律致死啊 这家够狠的呀 他整天竟算起热了了 文臣武将 一提起赵高 是谈虎色变 满朝文武都挺叛的 因为这俩子太坏 就是这样 赵高啊 这心里还不发誓 他心里不断的和解 这朝里究竟哪些人 是真心实意 啊 跟随我的呢 哪些人 是假情假义 在这儿 糊弄我的 我得试试 他想主意啊 要试探一下 这满朝文武 现在这满朝文武呢 都知道了 知道张寒 这次作战失利 兵败寒古官 说楚国的人马 把张寒杀的就像风卷残余一样 楚国兵马已经到了寒谷关前了 只要寒谷关一破 寒谷关离长安 才四百里路啊 而且那不是三十五十人 一动就几十万人马 真要是打进寒谷关呢 哗啦一下 像潮水一般 眨眼的功夫 就到田阳了 这不就完了吗 不文武急的呀 写奏章 想让二世啊 派旧兵发粮草 但是呢 这奏章递不上去 因为什么 整天是宫门紧闭 想见皇上一面 难了 他也不生潮啊 他整天在皇宫里 是花天酒地 一天到晚都在那吃喝玩乐 文武百官有什么事 见不着他 哎呀 大伙一想 咱们找找丞相李斯不行吗 他是文武百官的头啊 党朝的宰相啊 大伙来找李斯 丞相李斯一敲 他苦笑一声列位 我心情和朱军一样啊 你看 用手一指 捉案上的斗折呀 好吗 堆了好几大路 我几次 请天子临朝 可他不生潮啊 我也没办法啊 哎呀 谁能行呢 满朝中 要想能跟皇上说声话的 只有赵高 求求他得了 大伙已经全咧嘴了 怎么 谁敢去见他呀 这赵高啊 没准脾气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高兴 什么时候烦恼 你不知道他瞅着谁顺柳 谁别扭 知道哪句话冲撞着他呀 当时可就没了命了 那要求赵高的话 只有丞相您了 李斯啊 最近也特别烦这赵高 他也不愿意搭理 可这事不搭理不行啊 怎么 这火烧煤嘛 眼看楚国人马就要杀进韩国关了 不单单是属相语呀 各路诸侯 纷纷揭竿起意 像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 这大水哗啦一下 要是冲到咸阳来 咱们可就都完了 可不是吗 哎呀 一个个愁眉苦脸 嗨声叹气 正在这时 有人来报 说明日一早 皇帝临朝 哎呦 大夫精神一战 有的人心想 皇上上怎么了 啊 怎么想起临朝来了 这可真是太阳从北边出来了 不容易 城乡李斯一瞧 行了各位 别在我这愣着了 赶快回去准备准备吧 谁有什么本账 明儿都抱着 啊 送到陛下的面前 成形欲览呐 大伙一听 这事还麻烦了 怎么 还真得找俩棒劳动力 为什么呢 有的那本账啊 根本抱不动 太多了 那时候又没有纸账 写什么东西都得写在 那简上 读简 有的那本账 恐怕得弄车拉 管怎么得先挑 那个重要的呀 啊 别大事 小事 事无巨细 全往上帝 听见没有 就说的是重要的 恐怕名儿 这如书案 也摆不下 那也得准备 第二天 武功 大家老走 祸 就到武门 这儿来集中 金钟玉典 想过之后 文武赶快朝拜 朝拜完了皇帝 文东武西 两旁战力 刚战好 赵高来了 大家 你瞅瞅我 我瞅瞅你啊 这么说吧 今天上朝的文武 百分之八十 怀里都抱着本章 有的人恨不得呀 哭通一下 出班跪头 就把自己这个本钱 递上去 可是呢 转念一想 我得着急 别人何尝不着急呢 大家呢 都是同朝的 童年兄弟 应该呢 互相礼让一些 哎 就插着这个空档 赵高进来了 大伙一落 怎么了 只见赵高手里头 牵着一头 梅花路 他把这条小路 牵到这个 龙叔案前 哎 奴才 参见陛下 请二十一瞅啊 嘿 心说赵高真有心心的啊 人家上朝嘛 怀里都抱个本章 他好 牵头路 赵高 奴才在 你怎么 牵头梅花路呢 哎呀 陛下 您仔细看看 奴才牵的不是梅花路 二十一听什么 不是路 那是什么呀 启奏陛下 奴才牵的是一匹马呀 哈哈哈哈 秦二世啊 乐得差点吵了气 怎么回事 你简直是一派胡言 这明明是一头梅花路 你怎么能说是马呢 陛下 这确实是一匹马 陛下如果不信 您可以慰问这满朝的文武 嗯 好好好 我来问问 哎 你们大伙都看见了吧 啊 你们说 赵高今天牵上店来的 是个什么东西啊 谁认识他 你们说 赵高牵来的这是个什么 嗯 说对了 寡人勇赏 文武大臣这么一看 有些人心里这气球不打一出来 怎么回事 大伙心想 这赵高又闹什么油啊 啊 他折腾什么呀 手里牵的一只梅花路 他告诉皇上是马 他是不是眼着了 还是吃错了药了 有几个比较梗子的大臣 呃 取受万岁 这不是马 是一头梅花路 啊 怎么样 赵高 啊 赵高仔细打拎打拎这几个大臣 说是梅花路的这几个大臣 他在这模样 都记下来 不用记 性子名水 他都知道 都认识了 啊 陛下他们说的不对 不信您再问呗 二师一听你这个人可真将 寡人我说是路 你不信 这么多人说是路 你也不信 你们说 他签这到底是什么 有些人心里早就明白了 除了赵高的人不算吧 还有些人呢 哼 心说可千万别说是路 恐怕就是谁说路 谁要倒霉 呃 起头万岁 我们看清楚了 照公公所签的 确实是一匹马 啊 嘿 活儿是一咧嘴 你们真够可以的 啊 这明明是路 怎么是马 万岁 是马 马有这样的吗 呃 起头万岁 这个马的品种不一样 这个马呀 这个品种啊 呃 反正 嗯 是这个 呃 确实是一匹马 他们也说不明白了 还有些人呢 根本就不想说了 怎么回事 我们说他干嘛呀 谁知道说的对错呀 啊 这些人聪明 一口同声 起头万岁 我没见过这个动物 甭说是在这金鸾垫上 这么说的动物园都找不着 我们既不知道他是马 也不知道他是路 反正没看见过 呃 这是有点新鲜 很可能 啊 不是路 呃 是马吗 呃 我们也叫不准 呃 干脆 大伙儿先说 就在立得了 二师一听 嗨 一群糊涂虫啊 谁也没说明白 啊 只是那几个人 说对了 跟寡人我一样 算了算了 赞潮吧 这叫什么声朝议事 您想想当时秦国有这么一个昏庸的皇帝 再加上这赵高 这国家能好得了吗 黎民百姓能不遭涂炭吗 有些大臣都落了泪了 那又管什么呀 好不容易盼着这秦二师生了这么一把仇 还让这赵高给搅合了 实际赵高不是搅合 他是别有用心的 秦赵高指路为马 他有意识的考察考察着满筹文武 哪些人是他的人 哪些人是反对他的人 事情过了没几天 是说路的那些大臣 一个没活 是说马的那些人 全都生了一几 那些莫能两可的 也没生也没降 这事情就算过去了 李斯心里头毫不痛快 心说这赵高要干什么呀 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无端的弄成一头鹿 拉在朝廷中来 愣说是马 可是有人说了实话呢 全都死于非命了 真是岂有此理呀 李斯啊 由于心里头不痛快 被谈末后 饮酒当中 就没少啊 埋怨这赵高 有人就给赵高通风报信 这赵高在咸阳这儿 耳目不少 那当然 这么说嘛 是搞这个阴谋诡计的人 心里发虚的人 他叫范嘀咕 嘀咕什么呀 他总觉得呀 有人要害他 所以他时时刻刻加着小心 时时刻刻算计别人 这路人哪 比一旁人可累多了 赵高一听 哦 李斯敢敢讲究我 哼哼 好你个李斯 你知都不知道 你就是我的眼中冰肉中刺 我早就要收拾你了 你不是讲究我吗 好啊 我拜访拜访你去 赵高找李斯来 有人回禀说赵高求见 李斯一愣 怎么回事呢 他一般不上我这儿来啊 今儿这怎么了 快请进来 让到书房再查 赵高问李斯 哎呀 我说丞相呢 您好安逸啊 李斯一听怎么了 我不安逸应该如何呢 嗨嗨 您别忘了 您是当朝宰相 现在国家出了这么大的大事 您还在家里头 踏踏实实的 这儿坐着 李斯一听 出了什么事 哎哟 我的丞相 张寒打了败仗了 您不知道啊 啊 竹相于酒败张寒 把他杀得大败 损兵折将 兵退寒古怪 现在是既无兵又无良 您没听说这事吗 李斯听到这儿是一肚子气 我早就听说了 而且啊 我把本章都写好了 可是我递不上去啊 陛下不临朝问证 我想求见也见不着 我正为这事着急呢 你想想 赵高 我为当朝宰相 国家出了这个事情 我能不着急吗 可不仅仅呢 是张寒打败仗的事了 老百姓到处流离失所 赤地万里啊 颗粒不收啊 知道不知道 老百姓卖儿卖女 十十九空 路有白骨 现在天下大乱 刀兵四起 各路诸侯啊 纷纷揭杆起义啊 我看啊 再这么样下去些日子 咸阳都难倒了 哎呦 赵高一听 我的丞相 感情您已经招了急了 那您怎么不把本地上去 李思心说 我轮完了给你个大耳光 打着你满地找曹牙 但是我不能打你 怎么 我失身份 你这不废话吗 刚才我不说了 我想地本地不上去 那不要紧呢 您跟我说一声 我朝天就在皇上的身边 哪天陛下高兴了 啊 萧贤没事的时候 我呀 打负一个人 悄悄给您送个信 您借着这机会 不就把本章递上去了吗 哎 李思打领打领找后 此话当真 哎 丞相 我什么时候敢跟您开玩笑啊 那可太谢谢你了 啊 找公公 你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 行啊 行啊 您哪 也别夸我了 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啊 您就等我的消息吧 我跟您告辞了 赵高说完了 走了 他每天进宫 陪着这个二世皇帝 哎 是金歌看舞 行为采烈 哎 赏华观月 闲得没事斗鸡 哼 他来这个 胡二世给哄的呀 甭提多高兴 有一天 他看呐 二世正在高兴之际 他悄悄打着一小太监 里去 把李思叫来 让他来见仗 那小太监领命走了 丞相李思这么一提 哎呦 赵高派人送信了呀 呵 这心里非常高兴啊 心说行啊 赵高 啊 说话还真算数 他赶忙换了衣服 抱着本章来见价 黄门关一看李思 招了眉了 咱们 哎呀 丞相 您怎么担真手来 皇上现在 玩着正在开心之际 他能见您吗 能见 怎么 你就甭管了 啊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这时候来 你就赶快 给我回奏一声 好 黄门关进来 进来 他站在这龙亭外边 这么一看 黄门关不敢进去 怎么 他知道花是这脾气 他玩着正高兴 你要是过去这么一说话 扫了他的姓 当时就没命了 可是 这丞相说 一定要见他 这怎么办呢 这 等这时候 赵高大里边出来了 你在这晃悠什么呀 哎呦 公公 彼斯来了 他要见价 真是一派胡言 没看吗 万岁正在娱乐 他能够见李斯吗 李斯说能见 请公公您给回一双 打盘 赶快回去 告诉他 不见 哦 黄门关赶快回来了 丞相 您白来了 怎么 万岁不见 哎 李斯觉得奇怪 那赵高给我送什么信 回去吧 咱们说吧 如是惹三次 李斯啊 泄了气了 最后这次他回来啪 把帽子摘起来 往桌子上咱们一摔 刚要落座 家人进来回禀 丙丞相 公公赵高 求见